Online的弟兄姊妹 早上 我們今天來看羅馬書的第十一章 分段可以是一到十節是一段 就是講到神不會棄絕這個以色列人 然後十一節到二十四節是一段 以色列人終究都是有盼望 他們是源頭的 然後二十五節到最後 三個大段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大段落的一段 我們先讀一到六節 它說 我且說 神棄絕了他的百姓 斷乎沒有 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 阿伯拉罕的後裔屬便雅敏之牌的 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們豈不曉得經常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的呢 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色列人說 主呀 他們殺了你的先知 殺了你的祭壇 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神的會話是怎樣說的呢 他要說 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塞的 如今也時這樣 照著神簡算的恩典 患有所留的餘數 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其實一直以來呢 這幾章呢 保羅都不斷在這裡 重複一個的話題 這句話題就是 究竟以色列人和神之間的關係 是否已經斷絕呢 究竟是否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然後以色列人和經歷這個救恩 他們得救的這條路 是否已經滑上了句號呢 神是否已經真的 氣絕了這些的以色列人 從此就揀選外邦人 心虎而冷了 這幫人一直都不生性 不生性 不生性 算了 我轉一轉了 那就不理他了 這個是否真的一幅這樣的圖畫呢 所以保羅仔十一章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且說神氣絕了他的百姓嗎 斷乎沒有 我們讀羅馬書要發現 保羅很多時候都是自問自答的 他自己問了這個問題 神是否氣絕了他的百姓呢 然後他自己答 斷乎沒有 一定不是 一定沒有 為什麼呢 他就要提出一些證據 這個證據呢 讓我們可以看清楚這一幅圖畫 證據呢 其實第一樣 第一個證明 神沒有氣絕他的百姓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 也是以色列人 阿伯拉罕的後裔 屬變雅敏之牌的 首先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一個 樣板 如果你說神已經氣絕了以色列人的話 那我呢 那他就大條道理說這個 因為 他自己首先他是以色列人 而且他的身份又有些特別 他跟其他的使徒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 其他的使徒都是耶穌在世的時候 那他還沒釘十字架的時候 呼召然後帶在身邊 就是裝備了三年半的時間 然後呢 耶穌復活了 升天之後呢 那這些的人就成為了使徒 他們就起來建立教會 他將神的福音傳遍 但是保羅不是 保羅是在耶穌 就是還在世上的時候呢 不是耶穌的門徒 甚至耶穌復活 升天 保羅也都沒有在其中去親眼目睹啊 等等 他反而是 後來因為 迫伯這個基督徒 然後在二萬五師的路上的時候呢 經歷了一個神給他的一個 很深的一個經歷 那他才悔改歸向神 所以他可以說呢 他是在耶穌復活之後 才得救的 才成為基督徒的 但是他是以色列人 那就是說呢 耶穌復活之後呢 還有恩典給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還可以得救的 要不然就不會有保羅了 那如果 如果 神已經放棄了以色列人的話呢 那保羅是不會在耶穌復活之後得救的 那就是說呢 除了這十二使徒之外呢 再沒有以色列人得救了 全部都轉去外邦了 但是所以 保羅他自己的得救呢 都是證明 十字架的大能 雖然他沒有真的 親身地去 在肉身上面去跟蹤耶穌 但是問題就是 十字架的救恩 臨到他 他也都甚至起來呢 成為一個 其中一個的使徒 所以他就讓自己呢 成為一個的例子 他自己是以色列人 是阿巴拉克後裔 是屬變眼蚊之派的 所以他的得救也都是代表呢 神的心始終沒有改變過 神仍然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 所以他說 第二節他說 神並沒有棄住 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 所以神沒有放棄過以色列 始終以色列都是他的心頭上面 他說 你豈不曉得論到以色列是怎麼說的嗎 他在神面前怎麼控告以色列人 他說 他跟著再舉聖經的例子 以利亞是怎麼說以色列人的呢 其實連以利亞都在神面前 控告以色列人 以利亞這個最標準的 他的對白 他就說 神啊他們殺了你的先知 殺了你的祭壇 只是剩下我一個 還要沉索我的命 這個就是以利亞 就是他起來逃避 這個耶細別皇后的時候 所說的一句話 在以利亞的心裏 是認為所有以色列人 都背叛了神 利器了神 只是剩下他一個 當時的環境 以利亞的確是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 耶華先知 好像剩下他一個人 鬥巴力八百的先知 這些百姓呢 好像完全都 都忘記了神 違背了神 他們呢 全部都去巴力那邊 就變成他自己一個人 好像對著整個的 以色列的國民一樣 這個就是當時 以利亞那個的心情 所以他就說了這句說話 他逃亡之前 就跟神說 神啊 現在剩下我一個 其他的人 全部都向巴力屈塞了 他們全部都拜巴力了 巴力的先知 有八百人 服侍神的先知 就剩下以利亞一個 現在他們還要拿他命 連一個先知都不能用得下 所以 以利亞要走路 這個就是當時 以利亞向神所提出的問題 當然這個也成為一個圖畫 從表面上來看的話 很容易讓人以為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離棄了神 既然以色列人這樣離棄神的話 所以換來一個結果 就是神都離棄他們了 神都不理他們了 但是事實上 是不是這樣呢 神的恩典 是不是已經終止了呢 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但是呢 神怎樣去回答這個 以利亞的提問呢 神就告訴他們 神的回答就是第四節 他說 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士 未曾向巴黎屈塞的 原來 神所做的事情 神對以色列的恩典和保守 是超越了以利亞的認知 在以利亞的眼中 他以為呢 整個以色列 只是剩下他一個人 沒有其他了 所以他就跟神說 你看看 你剩下我一個而已 他們連我都不放過 他們還要追殺我 所以 很悲壯地跟神說 誰知道神告訴他們 No 不是這樣 神還留下了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塞的 所以 第五節他說 他說如今也是者一樣 他說今天都是一樣 神對以色列的恩典 從以利亞的年代到今天 保羅的年代呢 其實都沒有改變過 照著神所揀選的恩典 還有所留的餘數 就是說 在以色列當中呢 神的恩典呢 那條尾巴呢 一直都沒有斷過 雖然 看起來好像 這個恩典已經沒有了 以色列人已經 再沒有一個是相信神 再沒有一個是跟隨神的 但是原來不是 因為暗地裡呢 還有一個的餘數 還有一個小數 就是神始終保持那個火種 你知道 只要一天的火種在這裡的話 就有機會復燃的嘛 就有機會重新再著氣的嘛 所以原來神對以色列的恩典其實是沒有改變過 無論看起來多麼艱難都好 但是那個火種始終都沒有認識過 當年在以利亞的年代 神留下七千人 是沒有向巴黎屈塞的 今天都是一樣 雖然看起來好像 屬靈裡面 以色列好像一片的荒涼 他們完全不認識耶穌 甚至拒絕耶穌 或者我們再極致地說 是他們將耶穌頂在十字架上的 不過 在一個大的圖畫下面的時候 原來神在下面還有暗地裡面 有一個細水長流的恩典 從來沒有截斷過 始終都還有一些小數 是繼續相信神 繼續跟隨神到底的 這個的恩典足夠 讓以色列有翻身的機會 這個就是保羅所說的 而這個這樣的餘數 這個所留下的小數 其實就是出於神的恩典 這些的小數 他們出於神的恩典 就是說他們是明白神的恩典 他們經歷神的恩典 他們不是靠行為的 如果不是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就是說他們都是一樣 是憑信心相信 憑信心跟隨神 以至到他們進入了神的恩典裡面 他們就是神的恩典的一個名證 他們是證人 他們是經歷 當然這個也是神被普世的以色列人 都是一個恩典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這個意思 就是說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已經被棄絕了 還有一些的以色列人 他們是在神的恩典裡面傳流 但是他們的傳流 對他們自己本身來說是一個恩典 因為神簡算了他們 神保守了他們 神也都讓他們的心 是可以歸向神 但是這個他們自己經歷恩典之外 其實這些留下的這些小數 也都是神賜給所有其他未信的以色列人的恩典 因為只要他們有這些小傳在的時候 他們還有希望 他們還有一個機會 可以傳言得救 所以今天都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今天去以色列都會發現 其實在以色列當中 還有一些群體他們是信耶穌的 他們將自己稱為Misiana Jews 即是尼塞亞的猶太人 他們是相信耶穌的 雖然數量是非常之少 所以我們每次去以色列大藝團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去找一個老人家 就是我們最熟悉的這個Sherum 他就是他都說他信主的時候 他說他信主的年代 整個耶路撒冷是不超過五個基督徒的 他是其中一個 然後他就起來建立教會 那個過程都真的不簡單 因為有人會丟炸彈進去他那個聚會的地方 他以前聚會的地方 外場都留下不少的這些燃燒彈 丟進去的痕跡 甚至他的教會被人貼了一些post 貼了一些紙在外面叫人不要去 他會把這個地方的人 會把你的孩子帶離開神 就是很多這些底位的說話等等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他一直都堅守著這個 他所信的道 教會也都… 他所建立的教會也都是日漸的壯件輕盛這樣 所以這些就是看見 其實神的恩典一直都在那裡傳流 神為以色列留下那個恩典的火種 始終都在那裡 這個就是保羅很想說給當時的信徒聽 因為在羅馬的教會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這個猶太人慢慢變成小數 所以錯覺上真的會覺得 神好像已經揀選了外邦人 以色列的恩典已經氣數已盡了 可以這樣說 但是保羅就提出不是這樣的 神的心意其實沒有改變過 所以第七節他就說了 這是怎麼樣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他們沒有得著 唯有蒙簡選的人得著了 其餘的就成了 還敢不化語 經上所記 神卡他們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見 耳朵不能聽見 直到今日 大衛也說 願他們的言直變為網羅 變為機欄 變為半腳石 作他們的暴形 願他們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見 願你時常彎下他們的腰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其實以色列人 他們是一幫 守著神的藥 守著神的戒命 天天來呼求神 呼求救恩 但是他們沒有得著 反而我們這些蒙簡選的 得著了 其餘的就成為了還敢不化的人 這一段說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去一去以色列 你去一去今天的西場 你就很明白了 保羅所說的是什麼 雖然我們 怎麼說呢 其實當你去到西場的時候 你見到那些的以色列人 在西場那裡的呼求 吐告的時候 其實 你如果真的去了解一下他們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怎麼說 我們會覺得 有些無地自容 為什麼呢 我們帶團呢 我們都會去西場 西場是一個必去的景點 很多人都說 去到西場的時候 祈禱 跟你在香港祈禱 有什麼不同呢 都是去到神的面前 不過呢 很多人都有這個感覺 就是 你在香港祈禱的時候 好像打一個long distance call 去到那裡就是local call 因為近很多 當然這個是一個感覺 我相信 當然不是 神是無處不在 你在哪裏的祈禱 都是一樣 不過你去到那裡的時候 你都發現 外邦人 跟他們的分別 在哪裏呢 我們去到西場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 塞一些紙仔 將他們的代討事項 塞進去 但是我們所塞的這些 這些的紙仔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我們叫 是我們的 wish list 就是我們的 願望清單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 願望清單 擺上去 我們求神 祝福我們的健康 祝福我們的經濟 祝福我們的家人 就是很多這些 代討的事項 但是相對於 當地你見到的 以色列人 他們在西場 他們的討告又是怎樣呢 他們不是 將他們的願望清單 拿到神的面前 他們在那裡 就夜討告 就夜呼求的 就是呼求 你坐下 你快點回來 你快點回到以色列 你復興以色列國 你復興以色列的靈性 你讓大地的 都見到你的榮耀 你讓萬國都能夠去經歷你 這個就是他們所求的 求了一千年 他們就是這樣 每一天在那裡討告 每一天在那裡討告 就是討告 你什麼時候回來 應該不叫回來 你什麼時候降臨 神你的心意要偏向在地上 就是他們不是求自己的財富 不是求自己的健康 求自己的東西 他們真的好像先求神的國 跟神的義一樣 可惜的是什麼呢 這個成為了他們一個僵化了的一個宗教 他們反而在信心上面 沒有去靠近神 但是他們在行為上面 其實是聖過我們的 我們雖然是有信心 但是在行為上面 其實我們不如他們的 我們很多東西是以自己為核心的 但是他們相對來說 他們是比我們更加以神為核心的 只是可惜的是他們沒有那個信心 和神有一個活潑的關係 變成他們死的守住了一些 一些已經僵化了的傳統 所以各有所長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當你看到以色列這樣的時候 你是覺得可惜的 他們這樣成為 這個東西也成為了他們環境不化的一個東西 但是他們就捉住這個東西 捉到一個的地步就是 就是 成為了他們的框框 亦都是因為這個框框 讓他們錯過了耶穌 讓他們拒絕了耶穌 真是離錯到他們面前的時候 他們竟然認不出耶穌 就是因為他們太過有這些框框 這些框框難阻了他們 但是本來這些框框是好的 本來這些 他們所捉住所持守的這些東西 是好的東西 但是當你把一個好的東西捉到死一死的時候 沒有了那個彈性 反而錯過了更好的東西 這個就是以色列的問題 所以 保羅就引用聖經上面 就是說 所以神給他們一個昏迷的身影 因為他們的眼睛看不見 耳朵 聽不見直到今天 大衛也都說 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自己變成自己的網絡 他們本來是得救的福音 反而成為了半腳石 這個就是他們還著的報應 當我們這樣看字面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錯覺 我們會覺得 咦?那好像神弄弄他們這樣 神將他們變成這樣 我們要明白猶太人的神學思想 他們所看的這個世上 神是一個一元論的神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神是那個終極唯一的唯一 所有的東西 因為 所有的東西都是神創造的 所以最後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歸回到神的身上 不是神讓這些的 好像 施種魔法那樣 就是讓以色列人心硬 而是 神 只要神沒有阻止的 我們最後都將那樣東西 都是歸在神的身上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心硬 神沒有出手 去強行扭轉他們 神任憑他們 神任憑他們 這個任憑呢 就變成這筆數 就好像都算在神的頭上 就好像感覺 好像神讓他們心眼一樣 其實是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 來負責任 但是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當中 神有沒有恩典給他們呢? 其實神也是有恩典給他們的 所以先會有第十節 就是 願他們的眼目分蒙 不得汗見 願你事上彎下他們的腰 為什麼神會任憑他們呢? 第一 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神不會干預 神不會好像在我們的背部 我喜歡有一段的交通片 就是那個 Toy Story 中文義做個什麼? 反倒奇兵 反倒奇兵 那個巴斯光年 後面不是有一個按鈕的 一趴過去 這個西班牙摩會的時候 他就會唱那條舞 突然間性情大變 所以神是不會這樣對人 就是我們背部 沒有一個按鈕 趴過去之後 我們就突然間 一個人就改變 神給我們有自由意志 我們可以選擇 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甚至去背叛神 不接納神 這個都是神尊重 讓我們有這個自由去選擇 但是神的恩電是什麼呢? 其實神任憑他們 任憑他們眼目昏蒙 不得看見 任憑他們心眼的時候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神在等待 神其實 讓這些難關 這些苦難 這些思念 臨到他們的時候 其實神是想彎下他們的腰 這個才是神的目的 什麼叫彎下他們的腰呢? 其實神就是等候他們的欠秘 等候他們知錯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會的 我們有時候 教導我們的小朋友 當你說來講去 他都不懂得 他很萌失的時候 你到最後都是出一招 有得他犯錯 有得他犯錯 錯到一個地步 他突然之間 哎呀 其實就是等那個下 哎呀 那個哎呀一出的時候 他自己就懂得去反省 他自己就懂得去轉向 他自己就知道錯了 最重要就是當他自己知道錯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幫助他 教他怎樣去修正 其實神對以色列人之間都是一樣 當他們一路選擇深硬深硬的時候 神就任憑他們 等他們自己跌到 然後呢 鼻青面腫 頭頭碰著蝦 這樣的時候 他們突然間有一天會思想 我怎麼搞成這樣 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走到這樣的地步 突然之間他們清醒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笑得回頭 這個的 這個的 清醒是難能可貴的 那當然了 我們的討告 我們的心願就是 不用這樣 就是 最重要就是 有這個急速悔改的印高 是不是 那就不用這麼焦頭爛額了 是不是 抗野為什麼要兜足四十年呢 其實如果他們不是環境 他們不是撥疫的話 那段進入這個 英俠之地的抗野路 其實最多就是十幾天就走完 結果他們走了四十年 但是感恩就是神有恩典 最後 以色列人都是可以進入 但是他們卻是走過一段 這樣的艱難的歲月 這個就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間的互動 那我們作為按幫人 又應該怎麼去看這件事情呢 這個就是十一節後面所說的 我們先看十一到 就是這一段是十一到二十四節 我們先看十一到十二節 這個作為一個隱言的 開始新的一個段落 他說 我且說 他們失去的事 要他們跌倒嗎 斷扶不是 反倒因為他們的過失 救恩便臨到外邦人 要激動他們發奮 要他們的過失 為天下的附足 他們的缺乏 為外邦人的附足 何況他們的豐滿呢 所以呢 保羅又去發動另外一個問題了 他們的失腳 是要他們跌倒嗎 他們這樣的失腳 神的心意是讓他們永遠 爬起來嗎 斷扶不是 絕對不是 其實反而是因為這樣 他們的過失 救恩便臨到外邦人 其實相反 如果以色列人 不是這樣去深眼的話 福音便不會臨到外邦人 反而反過來 就是因為他們拒絕福音 那為什麼他們拒絕福音 福音便會臨到外邦人呢 我們要明白 其實這個都跟使徒有關係的 本來使徒領受了耶穌基督的戒命 他們經歷了主的復活之後 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起來報道 是吧 他們一起來的時候 一場報道會 耶路撒冷就有三千人信主了 本來是一片好景的 是吧 這個情況之下 這些的使徒 打死都不會離開耶路撒冷 他們都是很無人 他們都不願意放下他們的羊群 不過 就是因為以色列人的 這些的宗教領袖等等 他們的心硬 他們的心硬 他們的心硬去到一個什麼的地步呢 他們從前怎樣去迫害耶穌 他們現在就怎樣去迫害使徒們 那這些使徒呢 其實是在耶路撒冷被逼到 沒有立腳之地的 逼著他們不走就不行了 你再不走呢 其實就 不單是自己的小命不保 就是你大信主的那幫的人 都有危險 因為他們已經 就是這些的使徒們 已經個個有頭有面 個個都已經成為名人 無人不適 當他們面臨這些迫白的時候 他們所戴的 所牧養的羊群 同樣都面臨迫白 所以 沒有辦法之下 他們的結果 就被分散到天涯 但是他們一離開耶路撒冷 他們所面對的群體就不一樣了 因為在耶路撒冷 大部分都是猶太人 是不是 但是當他們一被逼分散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去到羅馬帝國其他的行省 那些 一出去了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 那些的城市 那些地方 居民的人口比例 結構就完全相反了 猶太人是少數 外邦人是多數 所以就是因為這些的使徒 被逼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 結果 福音就傳遍天下 因為福音其實已經是在這些的使徒的血液 在他們生命的裏面 他們去到哪裏呢 福音自然就去到哪裏 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可以閉口不言 所以他們去到哪裏 他們都會分享耶穌那個的 那個的復活耶穌的大能 耶穌的作為 所以當他們去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福音一被分享出來的時候 外邦人就得救 而且外邦人得救的比例 比猶太人多得太多 所以整個教會的結構都開始改變了 猶太人就變得越來越少 外邦人就變得越來越多 而且外邦人那個 傳呼音的爆炸力更加厲害 就是因為當時的人信主 不是一個人信主 兩個人信主 是一信呢 其中一個人信了 他一回去就把整個家來 親戚又來 朋友又來 鄰居又來 所以福音就在外邦當中來爆炸 所以這個就是保羅所說的 因為這些 以色列人的過失 福音就臨到天下 他們的過失就成為天下人的附足 他們的缺乏 也都成為外邦人的附足 這個就是這個圖畫 其實是因為他們的缺失 是因為他們的心眼 逼走了這些使徒 其實他們逼走使徒就是拒絕這個福音 拒絕他們所說的這位耶穌 結果呢 因為他逼走了他們的時候 這個的附足這個的祝福 就臨到天下所有的外邦人 他們做錯事都帶來這麼大的祝福 如果他們做對的事呢 如果他們做對了 那個祝福豈不是更大 就是錯有錯著都可以這樣 那如果他們做得對做得好的話 豈不是更加更加可以更加豐富 更豐滿地來祝福外邦呢 我們稍後再深一點講 所以才有十三節 他說 我對你們外邦人的說話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職份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 好救他們一些人 若他們被凋棄天下 就得與神和好 無貪門被收納 豈不是死而復生嗎 保羅說他最有資格講這句話 因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保羅是傳福音給外邦人 最多的一個使徒 但他自己本身都是猶太人 所以呢 保羅在講 就是因為這些人的迫伯 就是因為這些人的心癌 所以愛邦人可以得救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這些愛邦人得救 神的心意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神的心意 或者保羅之所以這麼努力地傳福音給外邦人 其實我都是希望 有一天當這些以色列人 看到外邦人這麼發旺 他們被神這麼大的觸摸 和祝福的時候 他們都會被激動起來 以至到以色列人都可以得救 所以其實神都在愛邦裏面 正在做一場的 是不是戲 我們可以說戲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神在愛邦人當中的作為 其實都是做給以色列人看的 有一天以色列人見到外邦人 在愛邦人的教會的時候 他心裏面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這麼蒙福 然後一問之下 祝福你們的 是以色列的神? 這個圖畫有出現過的 我們都認識一個牧師 他叫馬赫牧師 他在這個 馬太牧師 他在印度那裏建立教會 現在以色列人 有很多不信神的以色列人 他們都會追求一些 古古怪怪的東西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他們的潮流 就是很喜歡玩瑜伽 那真的有些 以色列人真的走去印度那裏 去學瑜伽 去找那個源頭 這個馬太牧師 他在印度的時候 就很喜歡接待這些的人 那這些以色列人來到 印度想學瑜伽 那他就會走去跟他們說 他說 你現在先來學瑜伽 在我們印度這裏 瑜伽已經歐了 已經不是潮流 他說 現在你們是甚麼 我們最新的潮流 我們最蒙福的地方 就是我們經歷神的祝福 他說甚麼祝福 以色列人叫上帝 你明不明白這句話 一聲就好像一個火車 撞到以色列人的心頭裡 他說你不是吧 我山長水縣 乘飛機來這裏 然後告訴他 這裏最新的潮流 就是去跟隨以色列的上帝 那我就由以色列 離開以色列 走來這裏找祝福 然後發覺 原來最大的祝福 是以色列的上帝 那是怎樣 你有一天發現 你所看不起的祖先 卻是被人大大的尊崇 然後你發覺 不是吧 你認識他多少 這個位置就是 天下的外邦人 激動以色列的地方 真的是這樣的 我們記得我們在私人座 那時候裝修 我們擺了一些以色列的石頭 所以這個以色列的領事 走來我們教會那裏看看 來參觀 他來到的時候 他自己都是目瞪口外 他就說 哇 你們教會有多少人 我們告訴你 我們八千多人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覺得 為什麼我來到你們教會 覺得自己好像回到以色列 為什麼你們有這麼多 這些感覺 這些石頭 那個感覺可以這麼像 然後他說 當然了 我就是抄捉你的石頭 那些石頭 我在你們那裏買回來 香港沒有人會這樣打磨 那些石頭 那這些全部 為什麼我要走去那裏買呢 就是因為我想有那個 那個氛圍的感覺 所以是你們的工人 是你們的石頭 是你們的家工 我只是拿回來 像Lego那樣的砌起來而已 所以你一看到的時候 你沒有很有親切感 因為和在耶路撒冷 見到的是一樣 當然了 我就是照版煮碗 這樣賣回來 那 除了你們 以色列當地的工場之外 誰懂得什麼 抹心神 什麼chip sack 那些 就是他們的打磨的方式 我也是去到那裏學會 原來有不同的 不同的pattern 將它砌在一起 所以他就覺得很特別 他說 他說 是的 他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的心都有一些 給我們了一下 他覺得 原來我們的東西 是這麼好的 接著他講了一件事 也很好笑的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的石頭 從來都沒有出口 所以 為什麼他會來看我們 就是 因為 從來他們的石頭 都沒有試過出口 天下之間 沒有人看得起 他們的石頭 我們買了幾十噸 所以他就覺得很奇怪 這件事 他就要來看一下 但看完之後 他的心都被我們激動到 哩哩的 所以 神讓愛幫人得救 其實就是要激勵他們 讓他們發現 原來我們的東西 是這麼好的 為什麼我們拒絕了耶穌呢 原來耶穌是這麼好的 那就讓他們 可以被激動起來 順主 保羅說 接著就舉其他聖經的例子 所獻的生命 若是聖結 全圓也都聖結了 樹根若是聖結 樹枝也聖結了 若有幾根枝子 被摘下來 你這野橄欖得摘在其中 一同得著橄欖跟的肥汁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跨口 若是跨口當知道 不是你托著根 乃是根托著你 你若說那枝子被摘下來 是特惠叫我摘上 不錯 他們因爲不信 所以被摘下來 你因爲信 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至高 反要懼怕 神既不愛惜 原來的枝子 也必不愛惜你 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 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裡 不然你也要被堪下來 然而他們若不是長久不順 仍要被摘上 因為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摘上 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 砍下來 尚且亦著聖德摘在好橄欖上 何況且本樹的枝子要摘在本樹上呢 所以我們跟以色列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呢 以色列跟神的關係是怎樣呢 以色列跟神的關係就是 如果這個身面是聖結的 全團都聖結 如果這個樹根是聖結的 樹枝都聖結 即是說 只要這個以色列當中 仍然有歸向神 仍然有屬於神的 就好像一個身面 加入他的舊面的時候 只要這個身面是聖結的 全團都聖結 即是他始終有一個代表性在這裡 神始終有一個的恩典在這裡 祂始終有一個的機會在這裡 可以復活過來 可以重新得以聖結 我們跟以色列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就是野橄欖的枝子 我們被摘枝上去的 以色列人都知道 通常是怎樣呢 就是那棵樹如果是好的話 你把野橄欖的枝子結上去 它的果子都會變好的 原本你摘枝的那條枝子 那些果子是不甜的 是酸的 但是只要你摘到一棵好樹那裡的時候 這個枝子之後所結出來的果子 都是好的 因為那個樹本身 那個的營養啊 供應啊 各樣東西 是好的 那就不好的枝子摘上去都變成好 所以他說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跟以色列的關係 我們本來是野橄欖來的 我們本來是不認識救恩 不屬於神 但是我們其實呢 是被摘到這個好橄欖那裡 為什麼呢 不單止是因為寶羅他自己本身是以色列人 所以救恩從這個猶太人來出 其實寶羅前面的章節都說了 從肉身上來看的話呢 耶穌都是以色列人 耶穌都是猶太人 所以呢 替代神學真的站不住腳 真的沒有立場 如果我們覺得 神已經不要以色列人了 以色列人是神的敵人 那這句話說不通的 因為耶穌自己就是以色列人 耶穌自己就是猶太人 那你怎麼抗拒他呢 你怎麼去看呢 所以我們其實是被接資上去的 我們是因為信的緣故 我們是因為捉住了神的恩典的緣故 但是我們要警醒 我們不要向這個樹根跨口 今天的救恩其實是從猶太人而出的 如果沒有猶太人 我們根本就沒有得救的機會 寶羅不向外傳福音的話 我們沒有一個可以經歷救恩 甚至再推遠一點 如果耶穌不來這個世上 祂不降身成為一個猶太人的話 我們今天哪有救恩呢 所以我們其實要向猶太人有一個感恩的心 不是他們的話呢 我們根本就沒有份 所以我們對著他們呢 沒有什麼值得誇口 事實上呢 他們比我們更加認識聖經 為什麼我們很喜歡跟這個 Joseph Serum Sherum爺爺聊天呢 就是我經常都說 它是一本 那些聖經呢 比我們真的 真是 明白很多的 這個 這件事 沒得爭的 你想想一個美國人 和一個中國人 我們一起去看中國文學 你說哪個領袖會多很多 是不是 這個是這樣 所以當他們能夠重新的被摺上 當他們能夠經歷救恩的時候 他們的豐富更加成為我們的豐富 他們的缺失都讓我們可以經歷福音 我們可以得救 何況他們得救之後 他們所能夠帶來的 在真理上面的開啟 和神的關係的活潑和明白呢 是更加能夠更大的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真的要為以色列的復興來祷告 因為他的復興會是萬國的復興 他們所承受的 他們所得著的 他們所領受明白的 會成為我們很大的一個祝福 我們看最後一段 25到36字 他説 :「天門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者傲備 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經上所寄 必有一位救主從石案 最來要消除瓦國家一切罪惡 又說 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 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納的約 就著福音說 他們為你們的緣故事仇的 就著簡損說 他們為列祖的緣故事蒙愛的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照是沒有後悔的 你們從前不信服神 如今因他們的不信服 你們懂夢了連述 這樣他們也是不信服 叫他們恩賜師給你們的連述 現在也就夢連述 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信服之中 特意要連述眾人 心災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他的判斷何其難測 他的宗跡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 誰作過他的謀事 誰是先給了他 使他後來常還 因為萬有都本於他 以靠他 歸於他 予榮耀歸給他 直到永遠阿門 保羅最後這一段 是講些什麼呢 保羅就講到 這個是對外邦人 外邦人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明白神的奧備 神的奧備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以色列和神之間 神有一個奧備 這個奧備就是我們不知道神是怎樣做的 但是這個奧備一定會成就 就是當外邦人的數目添滿的時候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看起來好像不可能一樣 但是神一定會成就 所以將它稱為一個奧備 因為我們不知道神是怎樣去做到的 但是這一件事一定會發生 外邦人的數目一天滿的時候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沒有一個遺漏的 這個就是神要成就的 但是這個神用什麼方法呢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保羅覺得這件事一定會成就呢 一來這個是保羅的領袖 以來呢 其實聖經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必有一位救主從石安出來 燒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惡 我除去他們醉的時候 就算我與他們所納的約 所以神是那個守藥的神 神講得出就做得到 一定有人出來呢 可以從石安除去罪 意思就是 當然這個就是耶穌了 所以就是說 有一天一定會去到一個位呢 以色列全家的 所有以色列家呢 都相信這一位的耶穌 以至他們的罪被除去 因為這個神給他們的應許 這個是神和他們所納的約 這個約一定會成就 這個就是 就是神和以色列之間的奧備 就是以色列就是那個打不死的小強 就是他怎麼都會 他怎麼都會搞得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他一定會搞得到 神一定會興起他們 雖然在現實上來講 就著福音來講 他們好像是仇敵一樣 但是呢 按照簡選來講 其實他們是蒙愛的 因為他們在阿伯拉罕的時候呢 神就已經簡選了他們 神的愛就已經在他們身上 神給他們的恩賜 和神對他們的選照 是沒有後悔的 跟著呢 我們遇到一些難解的地方 就是30節到32節 就是講到這個不信服 其實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 你們從前不信服神 如今他因爲他們的不信服 你們當烏蒙了連率 我們只要搞清楚這個你們我們 我們就知道是什麼事了 所以呢 其實呢 保羅在講什麼呢 保羅就說 你們所指的就是外邦人 外邦人本來是不信服的 為什麼呢 因爲我們還緊撥也不認識神 我們拜到滿天都是偶像的嘛 所以我們是不信服神的 因爲我們根本就不認識神 但是因爲呢 以色列人不信服神 所以呢 恩典臨到外邦 外邦人呢 他是經歷了救恩 我們從前 由不信服的 變成了信服神的福音 我們就蒙恩了 所以呢 是因爲以色列的不信服 以至到我們這些本來都是不信服的人呢 反而經歷了恩典了 是不是 所以原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 沒有分別 大家都是不信服神的 但是我們是因爲他們的不信服 我們蒙恩 有一天呢 也都會因爲我們的蒙恩呢 讓他們都蒙恩 所以其實原來神的恩典是什麼呢 神的恩典是臨到那些不信服的人 其實 根本外邦人和猶太人都是不信服的 所以我們本質上根本沒有分別 福音的恩典可以臨到我們 這個的恩典同樣可以臨到猶太人 所以我們不要以爲懶 以爲我們信了主了 就看不起猶太人了 我們就拒絕這些猶太人了 這個就是保羅在教會裡面 提醒我們這些外邦人 所以呢 接著保羅自己忍不住 他說 心災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他的判斷何其難測 他的宗跡何其難測 你猜不到神可以做什麼 被你猜到的就不是神了 是不是 這句真是很絕 被你猜到的就不是神 所以神有他的辦法 神的智慧神的恩典是我們測不透的 神要做事 也是沒有人可以阻擋的 因為萬有都本於他 以靠他 歸於他 願榮要歸給他 直到永遠 所有的東西 最後都是回到神的裏面 神要做的事情 從來沒有人可以難阻 所以以色列人一定會全家得救 以色列人神傳流給他們的恩典 一定會傳流下去 他們一定會起來 這個就是神所要做的事情 這個也是今天 作為外邦人 當我們領受了這個福音之後 我們要記住 我們也都要跟神一起去努力 以至到神心上最愛的以色列人 能夠全家得救 然後耶穌就要回來了 Amen Amen 主,我們要敬拜 祂是全能的大部金王 我們要歌頌祂 祂是全能的大部金王 我們要歌頌祂是全能的大部金王 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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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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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生存的你 我们告去耶稣的名 你是世界的成就 你是大胜的君王 你是明难的诚心 你被过渡不要生气 你是世界的成就 你是乐生的君王 你是明难的诚心 你被过渡不要生气 我们告去 告去的名 我们告去荣耀的君王 尊贵永远送在你 我们告去耶稣的名 我们告去 告去的名 我们告去荣耀的君王 尊贵永远送在你 我们告去耶稣的名 尊贵永远送在你 我们告去耶稣的名 将他拥有送在你 我们告去耶稣的名 祝我们要告去荣耀的君王 因为你看我们如同的中心 因为万有都本于你 都属于你 都怪于你 我们告去荣耀的君王 我必须有过渡在你 这种事是我们的 我必须有过渡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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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 奔于你 属于你 归于你 你是拥有君王 我们欢迎 聚望着你 渴望看见 你的展现 护着你来放窗 承担着土地 复兴我们 世界的热情 我们欢迎 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奔于你 宇宙 宇宙 归于你 你是拥有君王 我们欢迎 君王 一起 祝你 宇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it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他就是我们的理财眼 他就是我们爱帮人的主 祝你和你更大的同在就是我们的中间 是我们爱帮人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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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求天窗打开 春雨不停歇 我们呼喊 欢迎去望向你 祝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高举你 将你就是那个大冠王 祝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高举 唯有基督耶稣是主 唯有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理财眼 唯有耶稣基督 祝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主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祝因为是你的拯救 是你的恩典 祝你让我们白白就来领受这份的救恩 祝你让我们白白的来得着这份的盼望 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祝我们说我们要来谦卑自己 祝我们说我们要来单单的来到去领受这份的恩典 祝我们再一次跟你说 祝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 祝我们单单能够夸的 是我们生命有传来耶稣基督 好吗?这一刻呢 我们就来先来开声 祝我们更赞我们的神 再一次来赞美祂 再一次来宣称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 再一次来高举 耶稣基督就是理财眼 再一次来赞美祂 因为祂就是我们爱帮人的神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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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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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主